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3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 2024元旦讲座系列3 张医师今天要继续把疾病与衰老讲完 好 我们现在就请张医师开始 衰老是指体表出现异常形态 或体内检查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其中体表出现的异常形态 如发白 秃头 面皱 老年斑 弯腰驼背 高低肩 长短腿 关节变形 瘤 油 硬结 肿块 仪器检查出的异常形态 如癌肿瘤 如癌肿瘤 子宫肌瘤 纤维瘤 肝硬化 肺纤维化 白内障 骨刺 骨刺 骨头坏 骨头坏 关节变形 脊椎侧弯 椎肩盘突出 异常指数 异常指数 异常的血压 血糖 血脂 尿酸 癌指数 肾指数 胆固醇 此异于之前正常状况的异常形态 与异常指数 统称为异常 但因异常 既非正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 即体力虚弱 也非壮的组织受损 所以是老而非病 西医从果治病需用仪器检查 而检查过程往往需忍急哀饿 空腹进行 甚至还需忍受像麻醉剂 内视镜 放射线 抽脊随 抽血 穿刺 切片 所带来的不适与风险 付出这么多代价 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疾病 换言之 西医是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即组织受损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一级身体有病 则将其当成疾病之因 无病 则将其当成疾病本身而加以治疗 殊不知检查出来的异常 即组织受损 皆由体伤 即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是果而非因 如果将异常 即组织受损 当成疾病之因 或将衰老异常 当成疾病本身 就会犯了倒果为因 即老病不分的过失 也因如此 才会认为 疾病有多因 或果亦可生果 并无端的使病人变多 这一段 大家应该也看得懂 这一段是 前面是谈疾病 这一段就介绍什么叫衰老 那这个衰老 原始点是通过观察 所以发白 秃头 面皱 老年 这个我就不用重复了 这个都是属老 比如 我之前 鼻尖早期啊 有生一个醉油 醉肉啦 简单讲 你们知道吧 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 看过 哇 很多人都知道我过去啊 把我调查的都清清楚楚啊 我早期这一个醉肉 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以上 那 我是不理的 因为怎么样 不痛不痒 所以在我看法 既非症 也非壮 所以我就不处理 但是到最后 我发现 这个如果不是疾病 那如 这个的变化 长出的坠肉 是什么呢 异常形态 如果我的分类就是属于什么 衰老嘛 衰老所产生的一些 有的没有的嘛 那所以 这下子我想处理了哦 因为原始点 不管是疾病也好 或老也好 只要重阴下手 把体伤改善了 热能不足改善了 它就会消失 那我就要印证咯 对吧 我开始 大力用姜粉泥推搓 然后虐待它 揉它 摧残它 最后它过程就开始肿脏 然后最后笨掉 然后里面吐吃一些组织液 好像液体又像固体这样白白的一直流出来 然后把它拖出来 诶 这里 就这样好了 然后你看修路道很光滑 我那个现在的鼻尖啊 已经没有了 以前我自嘲啊 这个长出来 这一个很不简单 能长在鼻尖正中央 叫做独占牢头啊 我那时候是跟大家开玩笑 但是经过这样的处理 诶 竟然消失了 哇 这让我很大的启发 真的老也可以处理 那这样 曾经里这些影片你们也看过 我就看到 它看到我这里消失了 它想到它这里也有一个坠落 黑黑的 然后它就开始涂 摧残 照我这样 不知不觉 好像一两个月吧 竟然这里变平滑了 什么时候消失 它说它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突然间人家问 它这里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老病它的原理都是一样 你只要把体伤解决了 其实这些都可以解决 但我们原始点 当然是解决病而不治疗 所以老病其实它的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 好 这里因为时间有些 我们继续看下来 我这个就不再解释了 我们继续看 再下来 所以西医如果将异常或组织受损 这些检查出来的果当成疾病之因 他们常常说检查出来就是当成疾病之因 如果有症状的话 你检查出这些异常或组织受损 它会直接跟你这样讲 这个是症状的因 然后你还是要解决这些检查出来的 如果万一你没有症状 他就说这些肿瘤是疾病本身 那还是要处理 所以你不管怎么处理 话都是他说的 最后就是要处理 不外就是吃药跟手术 所以造成什么结果呢 才会造成怎么样 一病多因或果生果 他们的理论这样 然后连老都要当成疾病治疗 就会无端的使病人变多 这一个现象 你们现在也已经看到他的弊端了 你看西医现在越见越宏伟 有没有那些医院 然后仪器越来越精致 但是他们的病人怎么样 越来越多 而且一床难求 不就是这样老病不分 那连老你都要治疗 那你怎么可能容纳得下 但很可惜病人不知道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所谓疑病多因 是指一种疾病 可由多种异常 及组织受损所致 比如痛症 可由溃疡 出泻 肿瘤 骨刺 椎间盘突出 关节变形 高尿酸 高血糖等引起 但原始点 经临床实证确认 所有疾病 皆由体伤直接导致 即体伤这一种因 可导致多种症状之果 例如头部体伤 可导致头痛 眼干 鼻色 耳鸣 牙痛 面码等 所有头面部病症 也就是 一因多病 而非一病多因 再说一病多因 即一果多因 也与理不通 正如一个母亲因 可生出很多孩子果 而一个孩子果 不可能有很多 生生母亲因 所以认为 一种疾病 可由多种异常 及组织受损 所致的 一病多因 本质上 是导果为因 是不能成立的 所谓果生果 是指一种异常 或组织受损 可导致多种症状 比如 肝硬化 可导致腹水 食不下 肺纤维化 可导致咳嗽 气喘 糖尿病 可导致皮肤溃烂 眼睛虾 高血压 可导致头晕 脑中风 脑出血 可导致偏瘫 昏迷 椎间盘突出 可导致腰痛 腿痛 肠心肉 可导致腹胀 便秘 癌肿瘤 可导致疼痛 死亡 单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 与身体的症状 皆属果 其间并无 果生果 关系 这道理就像 症痛 不生 壮肿 壮肿 不生 症痛 一样 再者 异常 属衰老 症状 属疾病 要是不一样的果 都可以 果生果 的话 那么 树上的苹果 也可以生出 香蕉 葡萄来 因此 认为一种异常 或组织受损 可导致 各种症状 即一种果 可生出多种果的 果生果观点 本质上 也是导果为因 不能成立 好 这是延续我们 昨天 你们应该还有印象 我们的医学图 一开始设定果 就是疾病 与衰老 应该你们还记得 那所以我们 昨天讲的 既然症状与衰老都是果 那果与果之间 就没有因果关系 但西医常常会怎么样 犯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道果为因 这个道果为因 到处都可以听得到 那好 我们这里就是先指 道果为因 他们会第一个说的就是 一病多因 也就是一种疾病 它可由多种异常及组织受损所致 这怎么解释呢 疾病本身就是属症状 那你有症状 你才会去找医生 那医生一定会叫你检查 检查出来不外 就是异常跟组织受损 异常包括异常形态 与异常指数 异常形态 比如说照出来你可能椎肩盘突出 他才说你压迫到神经 所以你才会腰动腿动 类似这样 你因为检查出来 因为有异常形态的癌肿瘤 所以他说哎呀你肚子痛 就是因为癌肿瘤压迫到 然后再进一步 昨天我讲的 你尿酸 然后直头痛 他就说哎呀你这个痛风 就是因为尿酸太高 那就是异常指数 竟然也会影响痛 那再来你头晕 检查出来 哎血压高 他也会说 啊那你头晕 就是因为血压高 造成的 那你想想看 一个异常指数 也会造成 头晕的病症出来 所以一种病 他们把它复杂化了 症状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果 然后他们又检查出更多的果 把这些果当成因 来跟患者讲 哎呀你这个病 就是因为这些 异常或组织受损所导致 这个就是一病多因 一个病 竟然有很多的原因造成 所以当你们有症状的时候 你们都很想去找出原因 为什么 因为原因很多种 所以你们就会去找 就会去照 就会去检查 那这些检查 能不能检查出真正疾病之因 没办法 我昨天已经讲过 所有这一些检查都是果 不是因 那这样的结果 你们可想而知 他们就从 你要解决你的症状 他们就先解决 他们检查出来的异常 或组织受损 比如你脑作风 脑作风已经偏瘫了 它照出来 你脑部出血 他们就从脑部出血 把你处理了 清除这些血块 但你们想想看 有没有人因为清除血块 而这些偏瘫就好 不大可能 了解我的意思吧 因为这个都是果 果与果之间嘛 你没有重阴下手 所以我昨天也讲 在座的你们来看它 我再看一次 好你站上来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它 你们有没有看它的影片 它中风那个狼狈的样子 你们有看到吗 有看到的举手 我看一下 一半看到 我告诉各位 它中风很严重 就真的贪了 我看它走路 那个拍过来的影片 我震惊了一下 你看学原始点的人也会病 也会中风 那我看这个情形是蛮严重 但是那时候我有跟Luna他们联系 Luna跟我讲 她说放心 张医师你放心 他发下好语 一个月要好 因为做原始点的人不能狼狈太久 我告诉各位 他真的一个月就好了 我那时候最后再去美国 好像一个多月了是吗 那时候是他开车的 再告诉各位 他没有挖脑袋 他如果去 因为他懂原始点 不会去医院的 所以如果去了 肯定又这里阻塞 不是脑梗塞 要不然就是脑出血 他不会搞这种 这种笨事 所以他一中风 他就知道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特别讲到中风 我又想到陈经理了 然后他又老当一状 上次香港来的时候 我们七月来的时候 他是驼背的 他不是像现在这样 他以前就僵直性脊椎炎 你看他现在 现在下车 第一以前我都想扶他 然后很多志工都想扶他 现在不是 志工转移目标都想扶我 我看了有一点难过你知道 然后他就快步走下来 我特别介绍一下 好让你 你要不要讲几句 OK OK 所以昨天讲 要不要深信 原始点绝对是做出来的 所以我在讲话很笃定 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我们清清楚楚 但是我们受了太多 一病多阴的影响 也就是他这个中风 就是因为他这些半身瘫痪 就是脑出血引起 所以他们一定要去检查脑出血 或脑梗色 检查出来就从脑部下手 但体伤跟热能不足 他都没有处理啊 真正的因没有处理 那你处理果 怎么会好 所以很多 他我为什么一直讲陈经理 他年纪其实不小 他是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年轻 但是他已经75岁了 你们看得出来吗 然后看他的样子 你们会想象他是脑中风过的吗 如果像他这种年龄脑中风 一般以我的印象 大概走不出来了 他已经瘫了 真的我只能这样讲 所以他是从阴下手 就是从体伤跟热能不足 其实学原始点学到最后 他是很自信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不会去轻易检查 因为重话只有西医说得出来 你看骨刺 我也遇过很多啊 他说骨刺 然后压迫到神经 所以才做骨神经痛 就说按一按 一两分钟内就咀嚼了 像昨天那个 不是腿痛整个下去吗 如果他去检查 说不定西医又说了 他是腰椎第四椎 椎间盘突出所致 我告诉各位西医很奇怪 他们都讲第四椎 几乎都讲第四椎 因为我也学过整集啊 我整集功夫还不错哦 所以那些理论我也都看过 我也在华语 明明就臀部按一按就好 怎么会到脊椎呢 然后他们就是以造出来的为主 所以这些都会造成疼痛 你想想看一个病怎么会有那么多原因 但民众相信了 所以当你们生病的时候 为什么都要去检查 其实就很简单 从果推因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按一按热敷就可以解决了嘛 所以检查之后又从果下手 所以很多疾病是无法解决的 好那所以他下面就有讲 好我们看下一页 他说原始点 因为原始点是实做出来的 它已经证实一个 比如你头部所有的病症 都是由怎么样 体伤所致啊 他处啊 他处按不好再从患处解决 也可以解决啊 哪有那么复杂 还有到体内的什么脑出血 那个也是果 所以这些大家明了了 大家就知道 原来检查也是果 果跟果之间 如果没有因果关系 你这样处理是有问题的 反而拖延了病情 甚至在手术过程中 破坏了身体的热能 还有体伤 其实那些都会破坏掉 那不是加重症状吗 难怪很多中风之后 进去医院再出来 很少能恢复的 很少 好 那原始点这里举的就是头部 你所有病症 不就是一个开关产生 那一个体伤可以产生多种的病 所以这里就讲 是因因多病啊 一个因可以产生很多疾病 而不是西医讲的一个病 有很多原因啊 从因因果的角度来看 也是这样 我们下一页就讲到 我们讲母亲跟孩子的关系 一个母亲因可以生出很多果出来 也就是生出很多孩子 哪有一个孩子 是有很多母亲生出来的 你们是不是这样 你们的母亲有很多个吗 这个逻辑上就很不通了 所以从因果关系 马上就看得清楚 但西医其实在这个逻辑上 我发现犯了很大的问题 这一讲马上大家都清楚 好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讲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把这个果当成疾病之因 也就倒果为因 所以他们常常叫你去检查 就是说我们来找出疾病之因 那检查出来都是果 那不就是倒果为因 所以因为倒果为因之后 他们把它真正当成因的时候 那你们就惨了 他认为检查出来都是因 然后所以你症状 不一定要一下子处理 你要处理这个因 我再举 这一次新冠病毒感染了很多 结果你应该从果下症状去推因 把体伤热能不足改善 他症状就好了 他们不是要打疫苗 为什么 因为他们检查出来 你这个感染是由病毒引起 那我们就要对病毒怎么样 下手 那对病毒下手就是要研发疫苗来接种 然后政府要鼓励大家来打疫苗 那疫苗极寒啊 一打身体又垮了 所以才会造成 为什么很多冤死的问题 那就是倒果为因嘛 还是一句话 所以这个倒果为因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医学问题 好 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他要叫你去检查 你什么病都要检查 异常组织受损 他都说是疾病的因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 原来异常是属老衰老是果 那组织受损是属病 还是怎么样 输果 所以两个果 然后说是症状的因 怎么可能 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他会导致什么样的 你以后生病都要检查 然后他们才要治疗 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再来看下面就是果生果的问题 好 什么叫果生果呢 他说一个异常或组织受损可导致各种症状 这个是让大家心生恐惧接受治疗 我这里就举了很多 譬如你会负肝硬化的时候 检查出来肝硬化 也许你还没有负水 你也许还没有吃不下 但是他看到你肝硬化 他就会跟你讲 你如果不治疗 你可能会导致怎么样 负水纤维化 类似这样 或是肺纤维化可以导致咳嗽气喘 你检查出糖尿病他会说 你糖尿病如果没有控制 以后会怎么样 皮肤溃难 眼睛瞎掉啊 一般人大部分就打胰岛素去了 那下面也是高血压 你高血压一定要吃高血压药 不吃怎么样 以后会脑中风啊 所以很多人都在吃高血压 但我问各位 你糖尿病血糖高血压高 你吃人这些药 有没有人吃好过的 我告诉各位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吃好过的 你吃了就要一辈子吃 那吃到最后怎么样 吃到最后就是 鞠躬尽瘁死而后移 但你该高血压的还是没有好 你会下一次轮回 可能还继续迷迷糊的吃高血压药 我是开玩笑的啦 但是确实问题没有解决 完全不可能解决的 但是他们的理论就是 就是让你产生 这个果生果就让你产生新生畏惧 然后就被这些药所控制住了 好那癌肿瘤也是 癌肿瘤根本不会死人的 癌肿瘤本身没有症状的 我常常在治疗 我相信你们在第一线应该也知道 但是他会跟患者讲 你癌肿瘤如果不治疗会转移啊 以后会很疼痛的 甚至会死亡的 然后他们还分四期 如果到了第四期 那你大概就没救了 已经转移 所以当你检查出来 你哪怕是原胃癌或第一期 他都会叫你怎么样 还是要处理还是要割 那这样会导致怎么样 整个身体破坏 反而这些癌肿瘤本来没有症状的 结果经过这样不断的化疗手术之后 我看生命就奄奄一息了 所以这些都是让患者听了很恐惧 所以我常常讲癌肿瘤是怎么样 不是病死的 根本是下死的 所以这个就是果生果的威力 第一个一病多因 就是一个疾病会产生很多种 异常或组织受损所导致 就会让你怎么样 生病了就会想去检查 检查出来如果有了 他就会进一步跟你讲 如果你不治疗会果生果 这是一连串的 那这两者都犯了什么 倒果为因啊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这个检查出来的异常跟组织受损 本来就是果嘛 跟症状也是果 它果跟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没有啊 所以果与果并无生果的关系 绝对没有 这里就举症痛 就像我们昨天讲的肿跟痛 它来源是不一样的 那不可能说痛生肿或肿生痛 这是不能成立的 好 那再进一步论述就是 异常属衰老 症状属疾病 那你检查出异常 怎么会是疾病的因呢 两个都是果 而且是不一样的果 一个是老的果 一个是病的果 不一样的果怎么会果生果呢 如果能成立所以我就举例 那如果这样果人生果 那苹果就可以生出香蕉葡萄来了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故事 不可能嘛 所以我说西医 这两个如果从逻辑上来谈 完全是道果为因 但很奇怪 我发现很多人是有智慧 但是遇到西医 好像那个智慧就跑掉了 就没有了 然后任由西医这样说 大家就照这样做 好 那我们把这两种也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此外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身体的变化程度各个不同 即使同属一个年龄层 仍会有个体的差异 当体表的差异超出正常标准 有些会被视为衰老异常 有些则被视为疾病症状 同理 体内的变化也应该如此 但西医通过仪器检查出来的 异常或组织受损 却通通认为是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如此体表的变化 有衰老与疾病 而体内的变化 却只有疾病而无衰老 显然不合道理 也违反自然法则 毫无疑义 体表体内应无二致 即组织受损属疾病 而异常则属衰老 这可由仪器检查结果 未必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如身体有症状 检查却正常 身体无症状 检查却异常得到证实 至于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西医还会视症状之有无 将其当成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而加以治疗 此疾 身体有症状 又检查出有异常 此异常常被认为是疾病之因 而需治疗 但异常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属果而非因 所以即便经服药 手术 使此异常恢复正常了 症状却未必改善 身体无症状 却检查出有异常 此异常常被认为是疾病本身 而需治疗 但异常既非症 也非状 属老而非病 所以处理异常 已超出医疗治病范畴 无端的使病人变多 由上可知 西医将异常当成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如此诊疗 已犯了倒果为因 及老病不分的过失 由此可见 不论身体有病无病 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都不可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只有当其中异常形态的果 以白内障为例 以影响患处体伤的因 阻碍眼睛功能 再有患处体伤 眼睛功能受阻 导致病症 视力减退 且需经按推原始痛点无效 西医才能从果治疗 此异常形态 白内障 由此可知 果虽然可以影响阴 但只有阴才能生果 此意味着 只要阴改善了 果也能够因此获得改善 明了此理 只需通过观察体表的变化 从果推阴 从阴下手 就可解除疾病的症状 与衰老的异常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的论述 就进一步再把老跟病说清楚了 好 这里就是 我说原始点是 对生命的探讨 也就是要了解生命的真相 那你必须要了解 一个生老病时的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身体的变化 我昨天已经讲了 不是越来越老 就是越来越病 不会越来越年轻 昨天下课有人说 有啊 我真的变年轻了 也有变得更健康了 他们也举说 张医师你也说 你那个脸比以前更光滑了 好 那个是因为用了原始点 原始点确实可以延缓衰老 但我说再好的还是会老 那我们来看哦 身体体表它的变化 我说即便是同一个年龄层哦 你有保养跟没有保养 不可能一样 有些都会超出正常的标准 一般人正常 譬如说三十岁应该还是黑法 但有些人已经怎么样 白法甚至根本头发没有了 那所以同年层 个体还是会有差异 这些体表的差异 如果超出正常标准 那有些就会被判定为什么 疾病 疾病也是超出正常标准嘛 那有一些会变判定为怎么样 衰老 好 那我们来看下面 体表是这样变化 体表的所有变化 会变老 会变病 那我问各位 体内的变化 会不会变老 会不会变病 会不会 是一起的吗 他们同时一起变的吗 是吗 是不是这样 认为是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没有举手什么意思 就是体表一直再老 体内越来越年轻 是这样吗 不可能啦 当你体表显现出来 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 有租内必行租外嘛 你体内不好 在外表也可以显现出来嘛 那代表怎么样 你外表跟体内都同时在变化嘛 不可能只有一种变化 一种不变化 一种走向年轻 一种走向老化 这通通不可能 它是同时该变老该变坏 都同时在进行 那从体表我们看出老跟病的变化 那体内呢就有意思了 体内我们看不到 稀用仪器检查出来的 我昨天讲不外就是异常跟组织受损 但他们却把这些检查出来的 通通当成什么疾病 一切都是疾病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检查出来 你即便没有病最后也会被检查疾病出来 真的我们说昨天已经讲过 什么是不是健康你们知不知道 我昨天就问这个问题 学原始点的人都知道 没有学原始点的人不一定知道 为什么 我常常问那你健不健康 因为我没有检查 我怎么知道我健康 但没有症状就是健康的啊 但在经过西医 这样帮我们灌输一些思维之后 就是一病多因之后 那我们的想法就变了 好像健不健康就要看检查 那恰恰它检查出来 即便是老它也说成病 哇那问题就大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到最后导致 医院治病越来越多 你年纪越大总会老嘛 总会有异常出现嘛 但是当一旦把异常也当作病的时候 那你完了 你譬如说异常形态异常指数 高血压血糖高 这个都是老化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我说老化 我就举高血压来讲 你年轻的高血压 血压假设12080年轻的时候 你年纪到一定会越来越高 可能变130 140 低的甚至会90甚至超过 那本来就是一切都是老化的一个现象 那有没有症状 血压高是没有症状 如果有症状除非它还有体伤 我们现在学原始点也知道 安一安就好了 但是它把它当成疾病完了 这时候很多 它本来是一个老化的现象 也开始吃血压高的药 血糖也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异常指数根本就是一个现象嘛 老化的现象 你把它都解释为疾病 由西医来判定 这个就是病 你们真的就是病 这个不合尝试 但是我们完全接受 但从来没有人会去想过 那你体表有老跟病 为什么检查出来的 通通是病 所以检查在我看法 是一个很严重的什么 陷阱 所以很可惜啊 我自己也接到台湾政府会很关心我们 然后年纪稍大 像我也已经够大到够政府关心了 他们就发来通知说 你可以免费去检查大肠癌 然后去还有一些奖品 鼓励我 你说我敢不敢去 我告诉你 我童年龄的很多会去偶 这我越想细思 就会有一点害怕 所以这些西医你看 体表有老跟病 但恰恰他们检查出来 通通是病 这个没办法 所以我说确实 这个是不合道理 也违反什么 自然法则 那没办法 这个很明显的错 但是民众好像也已经习以为常 好那我们来看 我这里就结论了 毫无疑义 体表跟体内硬无二致 都是同时在变化 也就是组织受损 我们承认它是病 但异常就像我体表的白头发 脸皮皱 它明明就是老 你也说这些异常通通是病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这里也可以由仪器 他们检查出来的结果就可以解释了 未必能反应身体的真实状况 我这里就举例 比如你身体有症状 有症状就是病了 但是他们检查出来却说你一切正常 那你身体没有症状你是健康的 检查出来却得到异常 这个不对啊 就好像很多健康的人 根本没有症状 工作也很愉快 体力也还不错 但一检查 西医跟他讲 哎呀不得了 你那个癌肿瘤已经第四级了 他本来是很健康 一听完了 开始写遗嘱了 然后从此就每一天生病了 然后就隔不久就挂了 所以我说很多是吓死的 所以这里也可以得到证实 如果你说他真的是疾病之因 那为什么你健康的人 却检查出有问题呢 那不健康的人却检查都是正常呢 这不对啊 所以从检查 如果我们民众稍微思考一下 就知道哇这里问题还蛮 蛮多的 好我们再看下面 这里就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因为他们把检查出来 当你有症状的时候 他会说检查出来 那个就是疾病之因 比如说我说的 你有头阴又检查出高血压 他就会说高血压是阴 所以要处理 那处理了血压低了 你头阴会不会好 不会 因为你体伤没有揉开 所以他这个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好我只是这样举例 如果万一你没有症状 又检查出癌肿瘤来 他还是说你是病哦 他说癌肿瘤本身就是病 所以你要处理癌肿瘤 那就开始手术化疗 那一个好好的人 就开始走向病人之路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在检查 要检查之前必须深湿的一个问题 这里我通通提出来了 那我最后这里结论就是说 很可惜啦 你体表有老跟病 你却只有体内都是病 第一个我提出的不合理 然后这样你把所有检查都当成病 你医院根本就是没完没了 因为越治怎么样 病人越来越多 你就好像体表的白头发掉头发 你通通要抓来治疗 然后脸皮皱也要抓来治疗一番 那医院怎么会治疗 治疗的容纳的下 你建筑的医院再当 也没办法容纳你这样的诊断嘛 所以难怪西医他们常常是怎么样 克满 说一床难求 我就觉得太荒谬 原始点是常常 我们的基金会常常是很少人来的 因为来了告诉你怎么用用 以后不用来了 你就这样保养 西医不是你来了之后 来我这里拿药 以后继续拿 吃完了还要继续吃 所以他们根本是无底洞啊 他们的病人我敢保证啊 这些思维不改变 以后病人不会因为科技的进步 西医的新药发现而病人减少 只会越来越多 不会越来越少 所以这也是一个迷思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所以检查出来的异常 事实上不能当作诊疗对象 了解我的意思吧 这些根本就是老 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诊断的疾病之音 或疾病本身 这个都不行的 然后加以治疗那就更荒谬了 但我提出唯有一个情况可以 我这里提出一个白内障 只有一种情况 是什么情况呢 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比如我举白内障好了 你眼睛虽然没有问题哦 你功能都是正常的哦 但是因为你被那个肉啊 异肉生出来的多余的肉遮住了 然后再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不是你体伤有问题 是根本是被异常形态所遮住 好这时候你可不可以 经过西医手术把白内障割掉 可不可以 西医这样讲 因为我对西医的理论有怀疑 而且我认为他们的诊断 它偏向走向极端 最好还是要用原始点怎么样 头先按按看 如果按了 你眼睛就恢复了 视觉也很好 那我建议没有问题 如果是因为被遮住 那我怎么按应该都不会明亮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按了明亮了 那代表什么 一件事 你的眼睛根本没有被遮住 了解吧 所以也不需要手术 最好不要动刀啊 真的动刀都不是好事啊 好所以我这里有提出来 经原始点按推无效 那你才放心去给西医 虫果治疗 我不是排除西医哦 我是说多给民众一层保障 好那我们这里就讲 既然这样说来 你这个眼睛看不清楚 如果是说异常形态引起的 造成体伤 然后才看不清楚 这个时候可以 但如果不是就不行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按推有效 从体伤下手 从阴下手 如果能解决的 包括脑跟病 你是不需要再去进一步处理的 了解吗 即便西医检查出来的异常或是怎么样 而且如果你按推得好的话 他连有时候西医检查出来的异常啊 组织受损啊 这些都还可以恢复耶 其实我说实在哦 我也有几个 因为世界各地的案例 很多会寄给我 然后很多白内障的 他们也真的看不清楚 按也没有效哦 他们用原始点有没有办法处理好 你们有没有听过处理好的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这里也有人举手 后面也有人举手 你们做出来了吗 做出来了 有做出来的站起来我看一下 做出白内障哦 好案例寄给我啊 好谢谢你们啊 其实我告诉各位 世界各地我早有收到了 就是白内障做好的案例 前面的我就不说谁啦 然后我们上次在分享 白内障 简单啦是不是 你上次是不是这样跟我讲 简单啦白内障绝对可以治哦 他是用什么治呢 我告诉你 早期用姜汤清洗效果 还不是那么好 最后用什么 用姜泥的举手我看一下 用姜泥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这两种我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姜泥药力最强 疗效最好 但最刺激 你点进去药差不多20分钟左右 还会掉泪啊 刺啊 这些感觉 那姜泥比较和缓 但是也有热 进去稍微不会像 姜粉那么强烈 那姜汤是最和缓的 那最和缓很快就过去 疗效也不是最好 所以最好的是 因为你们刚刚说有成功案例 然后有些是用姜粉 有些用姜粉泥 我告诉各位姜粉的效果最好 但最刺激 所以点下去 最好眼睛闭起来 然后让它慢慢刺激过了 它会流出很多眼泪 那这不只这样点 对白内障有效 很多眼睛的问题啊 包括飞蚊症 我就听过很多 那七月来的时候 还有飞蚊症一点 它蚊子就不见了 抓不到了 这种案例还蛮多的 所以原始点因为低调太久了 我们都不夸张 就是做多少说多少 所以我也没有特别提出来 但是我一直叫人家一定要点 也是这样 那你看这样根本不用手术啊 我这里写法还算是很客气啊 说那你确实按推没有效你才 事实上我们还有热源啦 这里还没有写到很极致 就是把原始点的优点 算我们低调好了 但是大家在做知道 所有疾病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 你如果是按推没有效 那就是患处体伤啊 那你从患处下手 当然可以改善啊 那不就是解决了吗 所以这个还是我们治疗的范围 那么异常形态影响患处体伤 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 为何须经按推原始痛点无效 才能从果治疗 举例来说 手指麻或坐骨神经痛 若西医诊断为颈椎之骨刺 或腰椎之椎间盘突出所致 头痛或食不下 若西医诊断为癌肿瘤 压迫脑组织 或过大阻碍食道所致 凡此种种病症 其治疗方式主要是以手术 直接处理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原始点的诊疗方法则不同 由于症的不适感 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所以上述病症通过按推 相对应之手背部 臀部 头部 及背部原始痛点 往往有立竿见影之效 然而短暂的按推 不可能使骨刺消失 椎间盘归位 癌肿瘤缩小 如此观察 就可快速推断出 此病症 并非有异常形态 影响患处体伤所致 也因如此 才能避免错误的诊断 及不甘有的侵入性治疗 这正是虚心按推原始痛点 以分辨病症 指体伤未至的原因 好 这一段就解释了 我们说如果你检查出来 西医跟你讲 要开刀的时候 最好用原始点按一按 很多都在立刻间就解除了 所以简单的讲 原始点真正是为民众 把关的最重要一个利器 让你们避免很多 错误的治疗 还有不该有的治疗 所以这里也点出来 这里文字都很详尽 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继续看下面 综上所述 在诊疗上 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既非疾病之因 也非疾病本身 即使异常形态 会影响患处体伤 从而导致病症 但临床上并不常见 因为病症的不适感 多由他处体伤所致 只需从因按推 就可解证 若化解违反 贸然贸然从果治病 通过手术治疗 固然有助于疗愈患处体伤 所致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 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且手术会严重破坏身体 消耗热能 稍有不慎 还会危及生命 故通过仪器检查 以手术治病 必须审慎 总之身体表里的变化 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所以不论是通过观察 或仪器检查 其结果相同 不是属疾病的症状 就是属衰老的异常 其因则有体伤 及热能不足所致 正因如此 最安全简单有效的诊疗方法是 通过观察体表 以医疗保健支援 从因处理 如此不仅可受 因变果转之效 达到防治疾病 及抗老增寿的目的 还可解除 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 我们开始来稍微点一下 他这一段提的就是说 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这里特别在强调 西医常常说 如果你有症状 这些检查出来 就是你症状的因 如果你没有症状 他会说检查出来 就是你疾病本身 反正他都是要治疗你 反正你不是要吃药 就是要手术 到最后都变成这种结果 那这里已经讲了 这个很多根本就是 他处体伤所致的 那本来按一按就可以解决 或是热言补充也可以解决 但如果你不从这样处理 你却化检违反 贸然从果处理 甚至你看癌肿瘤 本来没有问题的 他根本没有症或状 你贸然直接去手术 那手术很多好几个小时 你第一个身体已经被破坏 然后再加上后面的化疗下来 我看药活也很难了 是因为化疗药都是毒药 但我一直搞不清楚 人们明明知道毒药 为什么还要接受 这真的是矛盾 也就是当西医把你说 肿瘤会死的时候 你已经下得六神无阻了 连毒药你都敢吃了 这真的是这样 人会在恐惧中失去理智的 那西医就抓住这一点 比如说很多人也知道 癌肿瘤 他化疗很痛苦 手术也很痛苦 但是他在不得已百般无奈下 他有些人到最后都说的 这个过程痛不易生 但最后呢 经过这样的痛不易生 难道他活了吗 根本很难啊 你经过几次之后 我看药活也难 所以有时候 人真的是在这种极端恐惧下 就只好任人宰割了 但是你冷静一想 这些异常形态我已经讲了 根本就是一个衰老败坏的现象 所以你年纪越大 他说你有资格去检查的时候 就要小心了 你已经够老了 应该老到有可能生出一些东西来了 那万一又被检查出来 你自己又没有原始点帮你把关 你很可能就是 接着就照这样的路走 那一般这样要长命也很难啦 所以我觉得这里提出来就是 如果你万一是经过检查 那西医说要手术或种种 你一定要谨慎 这里特别提出来 好那最后一段 大概跟你们讲的意思就是说 好我们看下一段 这里还是重复啦 就是身体的变化 一定有老跟病 不会像西医讲的 都只有病而无老 不可能 体表体内的变化都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老跟病都是属果的话 那你就应该怎么样 从阴下手嘛 诊断也应该从果观察 从果推阴 然后重阴下手 那你因应改善了 我告诉你 老跟病都可以解决 甚至仪器检查的异常 还有组织受损 异常也是属老 那组织受损也是属病 体表的老病可以解决 那体内的老病能不能解决 那当然可以解决啊 那理事相通的嘛 所以原始点 这样就可以把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 好 这是疾病与衰老最后一段 谢谢老师 我们将会播出 江粉泥按推示范 包括了腹部 背部 还有四肢的按推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